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期我有做一个吃播追更的喝啤酒吃炸鸡的视频 然后里面喝到了一款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啤酒 于是呢过了几天我就跑去他们的啤酒厂去参观了 带回来了这些啤酒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答应大家的抽奖也会在这一期视频的后面放出抽奖方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在正式开始课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啤酒厂参观的经历吧 这个啤酒厂创建于1984年 品牌以美国开国元勋之一Samuel Adams命名 目前是全美第二大的精量啤酒厂 创始人以家族流传的配方酿出了第一款波士顿拉格啤酒 我去参观的其实是他们用来试验配方的实验室 并不是真正量产啤酒的地方 所以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贪官和啤酒的活动 在官网上就可以预定 一个小时的托尔里面导游小哥侃侃而谈 从啤酒厂的历史 讲到哈佛毕业创始人的历史故事 从2000年前埃及劳动人民为啥要喝啤酒 讲到现代酿酒技术 我保证我已经努力认着听讲了 比上学的时候听课还专心 然而一下课还是啥都忘了 不过也可能是后来喝多了 再看到一瓶箱各种各样的啤酒 新花太怒放了 果断就把这些点都抛在脑后了 还好回家以后还可以补课 简单总结一下啤酒酿制的步骤 首先通常意义上的craft beer需要四种原材料 水、大麦、酵母、啤酒花 大麦提供糖分 酵母分解糖分产生酒精 啤酒花增添苦度和香味 酿制的第一步是碾碎大麦麦芽 使麦人充分破裂 又要保持糠皮尽量完整 第二步是通过温度控制 将麦芽里的淀粉和多糖 进一步分解成二元糖和单糖 让酵母能愉快地吃掉 第三步将过滤后的麦芽加水熬煮 达到杀菌消毒的目的 并加入啤酒花 第四步通过涡流回旋 分离出更加纯净的麦芽汁 第五步冷却降温 第六步发酵 时间长度通常为一周至两周不等 再往后的步骤 不同的啤酒会有些许不同 有些经过二次发酵 有些则中止发酵 有些需要conditioning 可以给啤酒增加各种风味 喝起来味道层次也更加丰富 最后经过过滤 加气 注藏 一到两个月就可以出场了 了解了啤酒是怎么来的 接下来来看一看啤酒是怎么没的 这个啤酒室是横温横湿的 进门后可以闻到橡木桶淡淡的酸味 这次一控品尝了四种啤酒 除了第一种是已经上市的76Lager 另外三种都还在试验中 只有在这里才能喝到 我们可以其实 我可以去试一下 要去一个咖啡的试验 所以第一步 你会用你的意识 所以你会看得到 能看能看透过它 如果可以 是一种肥烈的风味 就是这种酒吧 然后看一看的味道 让它们看得到 这样子的脂肪就像是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你会说一下 你会听到的老豆在这种酒店 你会听到一种肥烈的 那种肥烈的 第二步 你会听到的味道 你会听到一种肥烈的 这种肥烈的 也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 会说 你会听到的肥烈的肥烈 你会听到肥烈的肥烈 你的肥烈的肥烈 所以你会知道 你会一直喝喝酒 你会尽管喝酒 这种肥烈的肥烈 你会喝酒 你会喝酒 那些东西会影响你的感觉, 这些东西会反映回来, 这些东西是比较轻的。 对。 迪贝德拉格啤酒是酒精度数4.7, 水果香气比较明显,入口十分清爽, 非常适合夏天, 是Samuel Adams具有代表性的一款啤酒。 它是给了一个档的味道。 第二杯酒加了冷脆咖啡,香气非常浓郁, 烘焙后的麦芽增加了焦糖风味, 闻起来就像咖啡店和面包房结合的味道, 5.5的酒精度数喝起来也很舒服。 在那里,有很多的开放进行的锈银。 较道具有一些主要的操作。 然后有很多更多的厚的酒精度。 因为你可能不是太能量的锈锈。 你能中间因为太能量的锈锈锈锈。 有一些级开始锈锈锈锈锈, 人生的缺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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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们派到冻加香味中,我们将冻加香味的黑色和香味。 我们用这一半的缺乏的缺乏的缺乏。 我们把汁和香味的缺乏,然后我们送上杯酒。 我们将冻加香味的酱味,了一点辣味。 我们将有的是酱味的酱味。 因为酱味的酱味是酱味。 第三杯酒是非常适合圣诞节喝的 有明显的肉桂和木桶香气 酒精度数9% 喝下去能感到酒精带来的暖意 你会感到奋怡的油吗 每次温度会喝的凉酒 所以我们会感到的是一种冬天的肥料 那时它是冬天的肥料 会氛色的低谷 也会是一种冬天的肥料 或者可能你会感到的一种冬天的肥料 也会感到你感到的一种冬天的肥料 如果我们就能感到一样 我们可以感到的一种冬天的肥料 鸡皮鸡肉 然后我们也要感到一种冬天的肥料 前面的肥料 为了鸡皮鸡的肥料 那这肥料 一般的味道是,它有一定的味道,但是它是一般的味道,它就是一點點酵味, 然后它是一般的味道,所以它就像它们儿酸的味道的味道, 就像是一个比较的味道的味道,我说这就是该是一般的味道, 但是这就是一般的味道,它们的用适量的味道,使用适量的酵来使用, 所以就来移动一下来,我们会调整的4.7%,5%,9%,11% 第四杯酒属于印度丹斯埃尔 也就是IPA 是一种高酒精度高苦度的啤酒 我们品尝的这个是Triple IPA 酒精度达到了11度 有着丰富的热带水果香气 但酒精的味道也是相当重 So now India Pale Ale is like a more extreme English Pale Ale and then you move over to the US begin brewing their Pale Ales and American Pale Ales are even more intense than India Pale Ales So it kind of goes English, India, American Pale Ales and so American Pale Ales much more bitter, much more hop forward English Pale Ales a little bit more bready, a little bit more biscuity, less bitter IPA is kind of in between So IPA is now like the one where it's working right here This is going to be, so you're trying right now It's pretty, it's just the 76 or is this this one? Just this one Yeah, and so that's going to have pretty tropical hops You get almost like kind of guava notes Yeah Or like a little lemongrass citrus Yeah Yeah So, Triple IPA,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hops Keep the beer balanced,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hops So, alcohol percent, eleven percent Wow It's a little harsh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Yes, and you can taste the booziness in this one It's a big beer I'm drinking this one as well I love this beer But it definitely is And so the alcohol percent creates that sort of complexity That's going to end up giving you almost that heavier body You know And so alcohol percent can dictate the body of the beer So that's why these darker styles depend on higher alcohol percent It increases that complexity a little bit I don't see me I use beer cocktail 这些啤酒来调酒的味道怎么样 来美国这么久了 见过他们很多很多的啤酒 他们的啤酒很多有这种 就是会有果味的 这个是Cranberry的 然后我之前都觉得 哇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 但这次呢 去啤酒的时候就发现 他们的有一个 就是第一款也是一种 比较大的啤酒吧 然后它 就是很srooty的 那种水果香味很浓 然后意外的很好喝 所以这次自己也想试一试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已经很有Cranberry的感觉了 啤酒一倒出来之后 那种水果香气非常的明显 香香甜甜的 树莓的酸味还是挺重的 就是很明显可以喝得出 水果的 那个本身的那种酸味 但是入口的话 我觉得口感酸味有点太重了 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翻车了 没有在就厂喝到的那几种好喝 那我们来试试看 调一下它看个怎么样的 哇我觉得这个 这个Cranberry 再加上lemon 再加上柠檬的话 它的recipe是要12分啤酒 然后配一份 然后再配一份柠檬汁 我就随意到了 反正都是自己喝嘛 对对 这是很重要 好 来试试只加了rum的 嗯 这个我觉得加了rum会好一些 会把它那个酸味平衡掉一些 嗯 哦不行不行不行 太酸了太酸了太酸了 太酸了喝不了喝不了了 下一个我们来喝 Oat Vanilla Porter 哦这个 哦刚才这个酒精度是有5.8度 哦刚才那样说了 刚才那个是 3.6度 所以酒精度没有很高 不会 还挺难的 嗯 好 然后倒酒的时候 可以让稍微斜了一点倒 但气泡就不会太多的跑出去 一打开这种红颗色 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闻一下 嗯 可以闻到那个橡木桶的香气 嗯 淡淡的有一点香草味吧 不是很明显 嗯 但是这个味道 就是闻起来平衡的真的很好 嗯 嗯 又好喝 又好喝 嗯 可以就是 一定口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木桶的香 木桶的味道 然后 Oat Vanilla的味道也比较 也比较明显 嗯 嗯 是有回甘的 嗯 哦这个好喝 这个好喝 嗯 嗯 如果不喜欢喝到啤酒里面有 就是 木桶的味道的话 可能会不太喜欢这款酒 这个我觉得还挺适合 加柠檬汁和rum的 嗯 给它增加了一些 就是柠檬的清香味 但不会让人觉得 哦太酸了 然后影响了它的风味 现在外面疫情还挺严重的 希望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哦 如果想喝酒的话呢 就来家喝一点了 嗯 虽然没有炸鸡呢 但是这个Beer Cocktail 配上玉米片 还是很好吃的 嗯 嗯 下瓶我们来喝这个 Mimosa吧 嗯 Cocktail Inspired IPA 哇 这个酒精度有7.5度 所以说我们是从 最低的酒精度 三点几 到刚才的5.8 然后到这个 到7.5 Mimosa呢 本身就是一种 和油香槟和橙汁调配的酒 所以说呢 我想应该可以期待一下 在这个里面有 会有比较丰富的 柑橘类的味道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哦 这个颜色 就和Mimosa有点香哎 嗯 每次看到这种 就是橙黄色的酒 都觉得会非常非常的香 马上就很有 勇往想把它喝下去 我喜欢 非常非常的fruity 水果香气非常的浓 但是和刚才的Cranberry的比 我觉得这种味道 会让人更心旷神异一点 刚才的Cranberry味道 嗯 还是有点 怎么说呢 很单一 这个就有一种 丰富的热带水果味 就我觉得 它的柑橘类的味道 并不是很 不是它的主调 你反倒能闻到 一些些的芒果味 哇 太好闻了 闻起来就像 就像果汁一样 带着一盏酒精的 无然饮料一样 嗯 嗯 哦 好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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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酒就让人想到 夏天 然后球赛 或者是夜晚和朋友们去 吃个烧烤啊 我上次就很适合 嗯 这个柠檬的味道和它本身就有的芒果的味道合在一起还挺舒服的闻起来 感觉酒衣有点上来了 好尴尬啊 可是才喝了三种 嗯 嗯 这个厨艺真的是一口一口听不下来 非常喜欢 嗯 喝一盏啤酒 嗯 吃个一米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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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幸福了 由于呢我现在已经喝的有点上头了 所以说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哦 拜拜 拜拜 哦对了 差点忘记公布抽奖规则还有奖品内容了 具体的抽奖方式就是关注和评论 我会抽一位小伙伴送一箱尽量的啤酒 嗯 如果是身在武汉的小伙伴 我不知道物流还能不能到达你们那里 如果不行的话就发一个等额的红包 好吗 好 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个春节 拜拜 哦 这个真的好好喝 嗯 给大家 半年了 半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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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